大家好,我是大飞 昨天跟随大哥来到大哥的兄弟这边 五哥的农场 这里是一个好大的种植基地 瓜果蔬菜啊什么的 我们可能在这边休整一天 然后明天出发 在这里感谢五哥的申请款待 今天把衣服呀车子什么都修理一下 地下种的这些是大面积的菠萝 这个菠萝很耐旱的 不用太多水 周围还有好多就是说各种果树呀 还有果林什么的 很大的一个农场 这是五哥种的这个南瓜 很大面积的几百亩也是 这里大户的话基本上有种上千亩的 远处白房子那边 种的是火龙果 很大面积很大面积的那种 今天我们在这边把衣服什么都洗了一下 然后我的衣服正在浸泡 等一下马上洗 这个书包大概有一个多月没有洗了吧 应该快两个月了好像差不多 然后必须今天要洗一下晾晒 衣服也全洗 一会儿 Right 这个衣服呀 还有书包什么的都已经洗完了 架子上基本上被我们也晾得差不多了 全都是衣服 这个半年没洗的这个睡袋 今天也被我搞出来了 今天正好有空 把这个轮胎修一下 这个轮胎已经变形了吗 这里还摸了一个洞外台 先把气放一下 这个外胎都已经磨透了 然后还有几根丝 到那个县城或者室里 必须把这个外胎换腰了 要不然躲在路上很容易爆胎的 全都已经脱线了 还好这个内胎没有什么事 没有划伤 现在开始把这个外胎捕一下 直接抹抹胶 现在能撑到室里再说吗 可以的可以的 这外胎必须换了 已经换了 脚水抹抹匀 让它快点进入那种快干的状态 晾一下就行了 可以了差不多了 我就怕它躲在路上炸胎 贴不过来 大了 那再拿一个大的再贴上去 这只是防止它东西砸进来 这样就可以了 行了 补完以后就是现在的样子 只能稍微先补一下了 别让它炸了 所以说还是要去室里 然后把这个外胎换了 现在可以把这个轮胎装上了 这个车子也刷了一下 基本上从来没刷过车子 今天是把它刷出来了 跟新车差一点也差不哪里去 现在只50块 本来只30块 链条上一下油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 在这里好好休息一点 明天出发东方市 明天见 编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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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就是把一个一样的 照片 均冰 能不能够 谢谢观看